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2024微博King和Queen是谁? 2024微博之夜的King和Queen是朱一龙和杨子, 他们在2023年的努力和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朱一龙凭借电影《消失的他》和《河边的错误》 赢得了非常不错的票房和口碑,近两年内拿下了4个影帝称号, 演技得到了众人的认可,人气和咖位直线飙升。 此外,他还获得了微博之夜的年度品质电影人, 这也表明了他的专业实力和受欢迎程度。 对于杨子来说,他已经是第三次获得该殊荣了, 在《同龄小花》中他更是断层式的领先。 在2023年,他的成长和被肯定让他激动的流泪。 他所拍出的作品被大家喜欢,并且也回馈给观众朋友, 这也充分说明了他的专业实力和演技水平。 朱一龙和杨子都是备受关注的演员, 他们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的表现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。 他们在2023年的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, 他们的努力和成果也得到了微博之夜的肯定。 朱一龙在电影方面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, 他的演技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, 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认可。 他不仅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 还在演技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奖项。 这让他的人气和咖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, 也让人们对他在未来的发展更加期待。 而杨子作为《同龄小花》中的佼佼者, 他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。 他在电视剧方面的表现更是备受瞩目, 他的演技和形象都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演员, 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 成欢季开播,但凡杨子拉胯一点, 都压不住这群王炸配角。 4月9日,杨子的新剧《成欢季》 在央视吧台电视剧频道开播了, 杨子不愧是收视女王, 首播收视率就破了2。 小编连看了4集, 真的好看,大家快去看。 网友都调侃,杨子但凡拉胯一点, 都压不住这群王炸配角。 《成欢季》的配置真的是顶级, 这是由香港作家一书同名小说改编的剧, 剧中,何塞飞老师饰演杨子的妈妈。 这已经是何塞飞老师和杨子第三次合作, 此前两人都出演过《大宅门》笑装秘史。 不得不说,明星有代表作就是好啊, 大家看杨子过往拍过的电视剧, 每一部名字都响当当, 都是观众认可的, 历久不衰的好剧。 何塞飞老师今年61岁, 她也属于大气晚成的女演员, 去年刚刚荣获了金鸡奖影后。 何塞飞在《成欢季》中, 是一位温柔, 细心照顾女儿生活的妈妈, 同时也很焦虑, 因为女儿29岁了还没有结婚生娃。 母女二人有激烈的争吵, 有促膝长谈的温情。 据刚开播, 何塞飞演技就上了热搜, 讲真,杨子但凡拉胯一点, 镇压不住这群王炸配角, 揭不住老戏骨门的戏啊! 真的是一对高颜值母女啊! 何塞飞老师最近还被网友评为了权杖女王。 因为被一群带拍疯狂且无理的拍照, 何塞飞老师生气了, 拿着自己的爱草锤和带拍们争议, 网友都夸何塞飞老师直爽又勇敢, 哈哈! 剧中,出生于1938年, 86岁的吴燕淑老师演杨子的奶奶, 祖孙情深。 吴燕淑老师是圈内公认的人脉奶奶, 她在流金岁月中演流失失和妮妮的奶奶。 在去有风的地方中, 演李献和刘亦飞的奶奶。 这一次,吴燕淑老师演杨子的奶奶。 32岁的杨子, 61岁的何塞飞老师, 86岁的吴燕淑老师, 我们的女演员将东方美诠释得太彻底成欢季这部剧太养隐了。 男主姚志名是徐凯饰演, 第一次感受到了徐凯的帅气, 他和杨子的CP非常强。 两人谈恋爱的戏份也超级甜蜜蜜。 上一次看徐凯饰和杨蜜颜吻戏, 都没有磕到, 这次竟然磕到了他和杨子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